天气很冷,感冒的民众变多了 大幅降低出门捐血的意愿 花莲捐血站血库存量 部分血型还出现不足四天的穷劲 但是随着农历新年要到了 面对超长假期 捐血中心只可以超前部署 从12月20号起一直到明年1月20号 花起一连串捐血月活动 祭出大奖好礼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民众上街晚秀捐热血 大奖好礼一次排开 其中甚至有Apple的平板电脑 面对农历年前超长假期 捐血中心只能够超前部署 从12月20号开始到明年1月20号 祭出大奖好礼 发起一连串捐血月的活动 全省各地区来讲 北北之宜花地区 其实我们是用血量最多的 所以我们也担心 因为各位都知道 这个农历过年前一个月 大概就是大家最忙的时候 而且都是那个假期的超长 比如说今年农历过年 我们大概有10天的假期 那这假期期天大家都忙进忙出 忙着自己的活动 可是医院用处病患 其实它是没有假期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办这个 捐血月的目的最主要就是 想把在过年前这段期间 我们把这个血量把它 慢慢慢慢提升 天气冷稠稠感冒民众很多 大幅降低出门捐血的意愿 花莲捐血站的血库存量 部分血型还出现不足4天的情形 那最近从10月一直下雨到现在 那个捐血的情况都不是说不如以期 那我们现在呢 目前的那个血液库存量呢 只剩下4天 那其中呢 就是A型跟O型非常的缺 都只有3天的库存量 捐血月活动一推出 就吸引了不少民众 新加代券到现场准备 要晚袖捐热血 短短一天就捐进了 有400代热血 希望在农历年前 可以达到10到12天的安全库存 捐血的群 华联市报道